其实每个人都会梦想有一个大房子 可是人呢 就是对于空间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 不喜欢太空 所以我发现越大房子的人 堆的东西越多 是不是 所以那我必须说放东西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乱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一个科学的角度讲 每一个物质它都有一个磁场 那我们东西太乱的时候 进去看到为什么会觉得心情很阿杂 因为太多不相干的磁场在里面了 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有什么风水摆设可以帮助我们家庭和乐融融呢 好 如果我们想要透过阳灾风水 帮助家庭和乐融融 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切入 一个是透过环境 另外一个我们透过方位的气场 首先我们现在讲环境 有六大要素 阳光 空气 水 就所谓的采光 通风 湿度 一定要适合我们家人居住 那然后再来就是家里的环境 一定要尽可能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是感官的动物 所以呢那我住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不管是说我视觉看到的咯 我耳朵听到的咯 甚至是我皮肤感受到的 如果是舒服的状态 我至少我回到家里面 我的心情是平和的 心情是稳定的 那我心情平和稳定 我在跟家人 不管是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或者是说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在沟通上面 就会比较顺畅 那干净整洁明亮 我发现各位 有非常多的朋友 会有一个特质 其实每个人都会 梦想有一个大房子 可是人呢 就是对于空间 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 我喜欢太空 所以我发现越大房子的人 堆的东西越多 是不是 是 所以那我必须说 放东西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乱 因为如果说 我们以一个科学的角度讲 每一个物质 它都有一个磁场 那我们东西太乱的时候 进去看到 为什么会觉得心情很阿杂 因为太多 不相干的磁场在里面 但我也必须说 干净整洁明亮 要维护 不是女主人的这个责任 男主人女主人 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包括小孩 都要尽可能去维持 家里的干净整洁明亮 那当然呢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男主人 很疼老婆 比方说声达很疼老婆 那为老婆不做怎么办 那声达你就要好好的去 叮嚴自己 把环境给整理好 好 ok 好那在这个大环境 我们能够掌握猪之后 那很棒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掌握 2024年的一个很特别的方位 叫做合合方 我们都知道 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想说我要去安太岁 那说在命里有个讲法 就是太岁方 尽量不要去敲打他 可是安太岁里面呢 有一个方式它可以运用方位来安太岁 就是我们找每一年的合合方在哪里 2024年的合合方就在正西方 所以呢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我们先去看 家里面的正西方在哪边 不管是客厅啦 房间啦 餐厅啦 尽可能的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那除此之外呢 那因为正西方掌管的生肖就是鸡 那鸡呢五行又属鸡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尝试在家里的正西方 放一只金属的鸡 金银铜铁锡铝 只要是金属材质的 又或者是说呢 你们找到也许是压克力 或者是玻璃材质 琉璃材质 但是它外表带有金属光泽的都可以 那可是很多朋友会遇到一个情况 哎呀我正西方缺脚 或者我正西方是厨房 是厕所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赶快去思考咯 我在家里面待最长时间的空间是哪里 可能是我们的睡房 可能是我们的客厅 也可能是我们的书房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待得越久 代表这个空间对于我们个人的 这个风水气场 它影响最明显 所以你就可以在你待最长时间的空间 找到正西方 干净整齐明亮 然后放上我们的合合机摆正 就能够帮助我们在2024年 家庭和乐融融 提供大家参考 梅姐是从媳妇走过来现在当婆婆了 对 但是真的时代是不一样了 说你那个时候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的前婆婆并不太喜欢你 干嘛 加一个钱啊 因为就是钱啊 前婆婆 而且她嫁进来的时候 她是当红的女明星 对啊 你要怎么要求她什么洗衣服烧饭啊 做菜啊什么的 那一行的不可能 对 好像在那边缘戏唱官 但是这个有贪钱就对了 对 那讲是真的啦 真的是这样 因为一开始呢 我那个前婆婆呢 就以为我是介入她儿子的婚姻 她把我当小生 你前婆婆如果看到最近的新闻 一定会觉得说 还是我这个前媳妇比较好 对 真的 对不对 如果有看最近新闻 对 真的是这样 没有错 因为而且她们家的人 都是这样认为的 真的 你刚刚说为什么说是 因为那个时候 她前面有一段婚姻 对 但是因为我们也是 就在这个棚嘛 就在这个棚 对 结婚啊 没有 就是开始产生情愫 就是因为一起合作演戏嘛 那时候我才十八岁而已 我还在文化念书 对 那就是每天 就是上上下下 然后在戏里面呢 她是演我的仆人 爱侍候少奶奶嘛 结果她就真的 侍候少奶奶 是这样 但是呢 她前一段婚姻 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我 那但是呢 我的前婆婆就认为 是我介入了她前面的婚姻 因为她那个时候 已经有生一个女儿 那当然那个奶奶一定疼孙女嘛 这是一定的 那那个时候她就认为这样 所以她对我本来就已经 就是有一个拍斥感 对 那不让我住进她家 那我也是为了她离家出走 那时候我还在念书 我本来在家里真的是大小姐 郑当红摇钱树 妈妈哪舍得把你嫁出去啊 我上学还有司机接送 我在文化上学杨明山 你看每天 大家看到我都好羡慕 那我能够抛下这一切 跟她去住在外面的宿舍里面 也就是女大不中流啦 留不住啦 讲得真好 不然我当然为爱走天涯 所以这段也就算了 然后再来呢 你看我婆婆不接纳我 那我们一开始呢 就都住在外面 那到了就是 那个时候呢 也不敢说自己结婚了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你只要结婚你就没有粉丝了 真的 那个时候是这样 非常保守的年代 封闭的年代 你们是偷偷结的婚是不是 对 当中登记 没有 我是因为怀孕了 因为生了以后才去登记的 因为小孩不能没有户口 是因为这样 那我的婆婆也是 是因为有了孙子 女儿的 女儿的 对 那才让我住进她家 那住进她家 我真的是很不习惯啦 因为为什么 他们是那种日式房子 那我原来住的我们是 不要说很豪华啦 但是就是不是像他们这样 房间然后又走到外面去 然后才有厕所洗手间这样子 就是很麻烦的 那我已经住得很不习惯了 然后我婆婆的那个习惯 因为不一样 因为我们本身人 跟外人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对吗 而且我是教育世家 我爸爸是校长 对 我们家里家教这么严 怎么可能会去沾到什么赌博 不要讲赌博啦 就打麻将就好了 消遣都不可能啦 对啊 那我到了他们家之后 我婆婆是每天都要打牌的 每天都有牌咖来的 然后每天呢 她的手艺非常好 她厨艺真的非常好 她煮的东西真的很好吃 那所以就很多牌友 就很喜欢到我们家来啊 那但是问题是 她在打牌怎么去煮啊 对啊 没有 她可以喔 她可以一边弄 然后就说等一下 然后她就去看 她炖鸡 然后她就赚那个时间 等一下我再去看一下 厨房看一下 真的她就可以弄出一桌菜 对 以前的妈妈是可以这样 真的非常厉害 然后还可以是 然后旗袍 然后全装 全装 都不会乱掉 因为打牌面做菜 所以还可以一起看 真的真的 外省老太太 真的是这样 然后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 真的像朵妮讲的 我正红 我晚上都要作秀 那我白天一定要休息 你知道我没有睡饱 我就没有声音啊 对啊 我就唱得不好啊 那但是我 平常我就已经很浅眠了 那我婆婆你看 排咖一来啦 然后她就 而且她本来就是 那种大嗓门啊 就一大早就 叫啊 哎呀 小花 什么 就这样子叫 一叫我就醒了 我就疯了 我就真的 要再睡就很难了 你知道吗 所以那种生活习惯 就是真的是 就是很 没有办法配合啦 然后再来就是 又碰到 不还好你生了儿子之后 就整个就刮目相看 对 真的 她非常的疼我孙子 所以我到现在 疼你孙子 疼你儿子啦 对啊 因为我现在有孙子 所以我讲孙子 因为我很开心 我现在有两个孙子了 对啊 那个时候她真的是很宝贝她 我的儿子啊 真的 她真的很宝贝她 那所以呢 到现在 虽然我那个时候 跟她很不合 但是呢 因为我儿子的关系 她也对我比较好了 那有时候 我就会跟她讲说 妈妈拜托你 就早上你不要这样 那么大声的叫 让我多睡一下 你那时候有简单 为什么搬出去住多好啊 以前也不行 不行啦 因为她喜欢孙子啊 她每天都要看 我们家宝贝儿子啊 对啊 是这样子的 对啊 所以那后来 她有比较改善 有比较改善 跟她沟通之后 那你后来 那你后来跟婆婆 有联络吗 跟前婆婆 有啊 都还保持联络 我跟妳讲 我们分开之后 反而关系更好 还更好 因为可以骂另外一个 一起骂通告 对 一起骂下一个 因为她没有断过 对啊 她没有缺过媳妇 对 说邱维姐 你也有朋友 跟婆婆的关系不太好 这个人不能当妈宝 对 牛肌是孤肌 真的是 这个独子 这妈妈都会特别的爱 特别的疼 然后从小就是捧在手心上 对那就是 好像母子是相依为命 虽然有老公来说 也是感觉 跟孩子的关系最好 她最怕的就是 儿子结婚了 她就觉得 媳妇抢走她的 她的宝贝了 你知道 所以就会对媳妇 百般的挑剔 我跟你讲 我这朋友呢 她这个 嫁给这个老公呢 就是妈宝 然后她妈妈 就是因为这样 我跟你讲 晚上喔 人家结婚了 晚上还叫人家不准锁门 不准锁门 这个妈妈呢 还会半夜 还会去巡房 你知道吗 还会去看她儿子 有没有盖背 有咬咪皮啊 没有 还早去咬咪皮 你说呢 两个 两夫妻要干嘛 两夫妻 什么都不能做 对不对 然后就要等到 偷偷的看到 妈妈真的睡了 真的 听到她在哭了 才开始 赶快 对啊 然后再来呢 这个婆婆很挑剔 她故意的 就找媳妇麻烦 然后 都是双新家庭 现在都是这样啊 对不对 白天要做事情 要上班 回家一定要煮晚餐 然后煮晚餐也就算了 还挑剔 今天这 哇这 你煮得减 你是要怎么样 你是要害我中风 哎呦 对啊 要不然有时候就是说 没有办法 没办法煮 要不然就叫Uber 你是帮我做什么 我家我带 这个媳妇进来 是要做什么 不想煮 就叫我不要 对啊 就是这样 然后那媳妇跟老公 反应呢 最后也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为什么 她是个妈宝 她一定听妈妈的话 最后没办法 离婚 对 没办法 媳妇受不了 话讲回来 以前是不能这样讲 但是现在这样讲说 离婚也好 对不对 不然你还要忍受多久 对不对 不是现在结婚之前 都没有去相处一下吗 现在也可以试婚呢 对啊 问题是 那个 有的 有的老太太很会装 你试婚的时候 一人都就好 就好 对啊 对啊 今晚 你有空来开放吗 三条Java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